啊,完了完了,不小心从飞机上面掉下来了,一年早逝啊 嗯,我竟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知昨天就说这里天上会掉一个人下来,所以我就在这里挖了一个洞,然后再放了一桶水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这个箱子是干嘛的 为什么上面会有一个这么小的入口,里面有很多的宝贝,但是想要进去的话是有要求的 那么小的入口,我真的能进去,那是当然,现在的问题是你想不想进去 想的话就去挖三十六颗钻石给我,这么多啊,那是当然,放心吧 里面宝藏的价值肯定不止三十六颗钻石的 那行吧,你先借我一下稿子,我去找一个山洞碰碰运气 给你,哎,三十六颗钻石有点多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先找一个地洞,去里面看看吧,前面就有,一进来就看到铁矿,矿产资源丰富 啊,什么情况,这是钻石块,得先跳过岩浆,被烧到了,好痛 没想到这个矿洞里的竟然会有钻石块,运气太好了,前面还有 好了,第四块钻石也挖到手了,分解以后就是三十六颗钻石,可以回去了 你要的钻石给你,速度很快嘛,给你进去需要用到的道具 让我来试试看,哇,我变小了,原来是缩小道具啊,好高啊 我现在可跳不了这么高,这个原来是铲子,太迷你了,土块也挖够了 别土块上去吧,上来了,去这个神秘的地道里看看吧,希望村民不要骗我 离洞口越来越远了,啊,怎么回事啊,我这是钓到哪里了 得先挖开上面的土块,啊,这个墩子的样子好奇怪啊 既然全部都是用箱子建筑的,难道这里就是那个箱子里面的世界吗 这里还有幸运方块,原来村民说比钻石价值还大的东西就是这个啊 先挖开看看吧,这个是绿宝石块,还不错 熊炉没啥用,这里好像有一个箱子,这是个啥啊 好像可以凭空制造箱子,哦,有点意思,看看制造的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没啥好东西,还是继续挖幸运方块吧 我靠,挖到了天梯,还好没炸到我,这个太危险了 那个村民就是一个骗子,这些东西哪有我36个钻石的价值大呀 挖了半天才获得了7颗钻石,这期间我还有好几次差点挂掉 真的是被那村民给骗惨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运气在前面已经用完了 所以现在开这个幸运方块已经没有运气了吧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